今天來講天積星 14顆祖星在我們的命盤上面 各自為我們的十二宮啊 帶給我們自己本身最基本的價值 上次講天良心忘記講 天良心坐在命宮或者是 極二宮這樣子的位置的時候啊 通常你比較容易碰到好的醫生 生病比較不容易有問題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啊你願意去花一些時間做研究 然後因為你平常願意幫助人 有很好的福報 那天積星呢 天積星其實也一樣有這樣的特質 不過呢天積星的特質來自於啊 天積星是一個善於思考的 做什麼事情他會先去想一下 然後先去整理一下 甚至找些資料 所以說天積星呢 坐在命宮跟極二宮的人呢 也相對來講碰到生病啊 或是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找到好的醫生 那這 原因來自於說他會願意去做功課 所以天積星本來就是一個 會願意去花一點時間去做思考 然後去努力跟空做功課的人 唯獨就是說如果你的天積星 遇到了空節 兩顆都有哦 兩顆要同工哦 所以通常空節同工會在這邊 或是在這邊 或是至少要對拱 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這邊 碰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這個天積星的這種善於思考的能力啊 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那天積星呢 如果遇到畫技 天積星會畫技 技是空缺 所以呢 我善於思考 我會做什麼事情呢 我都很理性的 去分析去判斷 但是呢 我總覺得 畫技了 我總覺得我做的不夠 空缺 總覺得我做的不夠 這叫做什麼 叫做啊 想太多 我覺得我想的不夠 我本來就很會想了哦 我現在又覺得我想的不夠 那是想太多 就容易聰明反背聰明物 他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除卻 這兩個情形之外呢 一般來講 天積星指的都是 是善於思考 跟善於思辨 然後 邏輯能力好 腦袋清楚的人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討論那個 雞糧對拱的那一組的時候 天積 然後對面是天狼那一組的時候呢 會說 他是一個啊 愛賭博的心耀 當然啦 那個 就像我們上次常說的 我們說是賭博 他說是投資 最近 那個 全球股市這個樣子 有很多人很慘 可是事實上很多人賺到錢 就是因為 他有足夠的能力 跟資源 跟知識 然後善於分析 他就在好的時機點 進場之後 就大撈一筆出來 我許多客人呢 在這一波 就可以退休了 因為賺太多了 這個就是天積性的特質 是天積性的特質 那當然 天積性被人家視為說 不要碰到技 不要碰到薩 的原因也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 你已經想很多了 你已經很懂得思考了 可是呢 碰到了薩 你會太衝動 輕揚太固執啦 火星太衝動 然後零星呢 計算過多 陀螺呢 太稠躇 古代的華文的教育呢 都會談論一個平和的問題 也就是呢 不管任何的命理術呢 或者任何的哲學思想呢 都在談論中庸之道 平和 過往則不佳 太多都不好的 所以說 天積性本身已經是一個 善於思考的一個星耀 當然就不會希望說 會造成他 再去想太多 這也是為什麼天積性 不太適合碰到 這些薩忌的原因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在沒有遇到薩忌的情況之下 或者說 你也可以說 遇到薩忌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需要擔心的情況之下呢 天積性在十二宮裡面 會各自代表我們自己內心 在這十二宮的影響的狀況 我們對這十二宮的態度 跟價值狀況 譬如說 天積性如果是在 官入宮 那就表示說 我們在工作上 或學業上面呢 我們總是比人多想一點 然後呢 總是願意多 做一些細節的事情 多盤算一點 這類的人呢 長期的被人家視為說 適合做幕僚 然後適合做智囊 不適合做那個 老闆或是主事者 當然這個是我常抨擊的 這種錯誤的講法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大家就知道說 老師以前自己就是做生意的 真正當老闆的人呢 其實 每一個人的原因都不一樣 有的人當老闆是因為他敢拚 有的人當老闆是因為呢 他有了專業的技術 有的人當老闆是因為呢 他人員很好 那有的人當老闆是因為啊 他的會計能力很好 財務能力很好 像天積性能夠當老闆的人呢 要不就是他自己有特別的技術 要不就是因為他的數字能力很好 所以他才可以撐起一間公司 我們不能用既定的觀念去討論 所謂的創業者是什麼樣子 用既定的觀念去討論呢 所謂的某一種行業是什麼樣子 這樣都容易是偏頗的 所以那個天積性呢 在關陸工算是相當的不錯 但缺點當然也就是說 這一類的人 因為他比較聰明 然後想了很多 所以如果碰到了 他覺得不滿意的工作 他也可以馬上拍拍屁股就走 因為他天氣化氣為善 善良而善變 覺得不對了我就走掉了 如果是在財博工呢 財博工代表是他對錢的態度 天積性在財博工的人呢 通常他對錢的態度 也是一個那個左手進右手出 因為他會覺得說 在他的思考之下 在他的理性的分析之下 這個錢是可以花的 那他就花下去了 尤其是遇到殺雞的那批人 那當然如果說 他的那個天積性呢 帶了拳 畫拳 或者是說 他的那個天積呢 是跟巨門同工的 這種比較容易會沒有安全感的心耀 他就會相對對錢財就比較控制得住 會比較做精密的計算 跟安排 如果是在 胡逸公 也會代表的是呢 他會很聰明去選擇朋友 但是呢 如果朋友不對了 那他也很容易就把他換掉 所以他朋友變動率就會高 這個時候就要看 如果他的天積性遇到太多的殺雞的話 可能那個所謂的很會選擇朋友 就會變成其實他反而選到一些不對的朋友 那朋友就不太能夠幫忙他 天積是兄弟組 天積兄弟組 我們在講說 斗數裡面呢 有這種所謂什麼什麼組的概念 什麼什麼組呢 就表示說 這顆星適合放在那個位子 所以天積兄弟組 那如果天積性在兄弟組呢 天積性如果在兄弟組的話呢 就會表示說 你自己的 對於兄弟姐妹的態度 基本上呢 你是很願意幫助人家的 覺得你的兄弟姐妹呢 是很聰明的 有什麼事情可以跟他討論 所以這個是天積在兄弟組的概念 如果是在父母組 父母當然表示你爸爸是一個 給你的感覺是像天積性這樣子的人 聰明有邏輯等等 當然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那如果逢空或是畫肌 那就不一定 再來 如果說是 夫妻公 這就表示說呢 你在情感上面啊 會做比較好的分析跟想法 我要談戀愛 我要先想好說 這個對象 條件符不符合我 我在沒有談戀愛之前 我就可能會先列好很多很多的想法 跟對方的資格 那相對來講呢 為什麼我們會講說 天積心在夫妻公的人呢 他會要聰明的另外一半 然後他在情感上面呢 要不能一成不變 就是因為 他心中早就已經設想好很多的劇本了 你每次都拿同一套劇本給他 他當然就會擰嘛 對他想好了說 我只要一談戀愛 我就要去哪裡去哪裡去哪裡去 去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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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你每次都只帶他去吃飯跟逛街 而且還是逛老街 他就會覺得 喔 算了 這樣很悶 除非他那時候畫技 或是他那個大線 特別特別的那個需要幹型做紅軟 然後還有殺技有火星 否則 太呆板的男生啊 或是太呆板的女生 他可能就會受不了 夫妻公有天積的人呢 他會希望的是比較有多變化的 因為他自己內心 早就已經設想好了很多劇本 天積主在福德宮呢 會表示說啊 這個人呢 他對他自己的心靈 精神方面的想 不管是享受也好 學問也好 他會有很多想要去了解 而且這個了解的過程中間啊 因為天積心是一個 善於邏輯思考對不對 所以他會找很多資料 然後呢 去做很多的分析 因此呢 我們也會覺得說天積心 如果在福德宮的人呢 通常會代表的是比較容易 學習到宗教 然後身心靈 這些相關知識的 天積呢 如果是在 在田宅宮 天積在田宅宮的人呢 你想想看啊 有一個人啊 他的這個邏輯思考 跟他的 條理 都放在家裡面 這表示說這個人 應該會把家裡整理得井井優挑 除非他遇到薩姬跟空姐 那個天積的能力沒有了 陀螺 天積的能力反過來了 那你家裡就變得很混亂 那天積如果在子女宮呢 就表示 這個人呢 對於孩子的教養 他會畫很多的精神 然後去瞭解 去分析 然後去規劃 同樣的 不能遇到薩姬 否則也會亂掉 命宮管了12個宮位 所以呢 如果天積做命宮的人呢 他12個宮位呢 全部的剛剛說的吉祥通都會有 那在千宜宮呢 千宜宮啊 表示說 他自己的內心裡面 對於這個外界的世界 會有很多的想法跟計畫 對於所認識的人呢 他都會希望說可以跟他一樣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那個 天積在千宜宮的人呢 如果啊 你跟他認識 反應稍微慢一點 他可能會露出 眼球比較白的那個部分 或者是 不想理你的部分 他會稍微明顯一點 還好他在千宜宮會藏在內心啊 如果沒有太多煞機的話 也不會明顯的表現出來 OK 這個就是啊 天積這顆星呢 在12個宮位裡面 基本的情況 天積星呢 他還有各種排列的祝賀 譬如說 積涼那個人呢 他可能就會比較積勃 他會願意幫助人家 天積巨門的那個 對面是巨門的那個呢 因為巨門自己本身有一個黑暗面嘛 他會更明顯的 圖現出 天積星內中 內心裡面 對事情很多盤算的這樣的特質 巨門的不安全感 造成他 哦 那我要想更多 免得我不太能夠掌控這個世界 那如果是 泰英的那一組呢 泰英因為對面是桃花星 所以呢天積的這一種啊 有遇到煞季 或者是 或者是說他有 比較多的盤算 某些時候會讓人家不舒服的情況 會因為泰英星的這種桃花 而讓人家覺得 比較沒有關係 嗯 這種太多盤算 然後又有很多桃花 如果放在夫妻宮那也稍稍危險一點啦 那天積呢 也會跟巨門 天涼 太陰 同工 那同工在一起的時候呢 天積的這種 善於 邏輯跟善於計算呢 他跟 太陰星放在一起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變成他想太多 因為太陰星是 柔情似水的一顆星耀 水都是慢慢流的 想太多 再加上他又坐在司馬地 有的時候 就會變成過頭了 會更怕遇到殺技 那如果是巨門呢 巨門 跟天津放在一起啊 會把天津關起來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哇他是不是很古癖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人呢 他自己關在房子裡面 他自己過得很開心 很快樂 所以天津跟巨門的人 我們常常都說 他只要放在命工 關入工 通常學業都不錯 因為他可以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自得其樂 天津跟天津同工呢 大家可以把他想像成 他同時具備了 我們之前說的天津星的特質 跟這個天激星的特質 那當然兩顆星放在一起啊 是天津星在幫助天津星 他就會讓這個天激星 他在做思考的時候 會更加的 有很多的豐富跟聰明 如果我們講說天激星是一個 善於理性思考 跟重視邏輯的星耀 天津星就會比較偏向心靈的層面 純粹情感的層面 所以這兩顆星放在一起的時候 當對孔那個也會有類似的特質 就是他會讓天激星這個人 更有溫度一點 更溫暖一點 好 以上呢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天激星啊 在本命盤上面12顆個宮位裡面 他代表了你對於你自己的人生 有很多理性的想法 有很多的思考 那會不會想過頭了 會不會其實你不需要想那麼多 那會不會是那個 因為你懂得理性思考 讓你在處理關係上面 會讓你在工作上面 會變得比較好 這個是天激星呢 在十二宮裡面 為你帶來的優點跟缺點 呃 嗯 感谢观看